我拜託如果大家來香港吃點心的話 或是不在香港吃點心的話也一定要吃這個鹹水餃 超好吃 你在香港嗎? 可以嗎? 不不不 很漂亮 很漂亮 好但是因為我要趕飛機所以我現在要走了 我本來打算可以弄完一些番茄 然後就可以拿回香港給大家 但現在不行 因為他們還在凝固 真的超緊張 我剛才本來以為他趕不及的 好幸好司機大哥跟我去飛躬 他在白衣 剛才看到他穿過海洞 很感激司機大哥 因為這麼多次我乘的士去機場 其實我都很順利沒辦法實車 不過因為今天我乘的地方是 本身已經要過半小時 然後他再實一實變了兩個小時 乘的士乘了兩個小時才來到機場 唉 所以每天都不要遇到時間遇到這麼晚 不過其實我本來猜到 可能我都不夠時間去寄行李了 所以我今天特地帶了hand carry 我覺得我實在是明智的選擇 上飛機了 然後三個半小時之後 香港見 早安 現在就出發去投票了 因為投票的過程是不可以拍攝 所以稍後這一部分就會 skip下去 好了 我就投票了 剛才投票開了有很多步驟 那他還來等 他還反省不想喝 所以現在出來等他 好 我們晨早投完票 打算去吃東西 但是呢 是全部都是在休息 所以呢 就好想去光顧 所以我就來了喝茶 好久沒喝過茶了 好難得我會在香港很想喝茶 因為通常 我媽在阿鳳頭 因為通常我都是說 我不要喝茶 我不要吃點心 但是我今天突然間真的很想吃點心 因為剛才 我沒想過會排那麼久 不是 但是我看到香港人真是 幸好香港的未來更加好 所以 雖然排了那麼久 但我覺得很感動 我最喜歡的 鹹水果 你已經拿了 香港甜心木飯 開始了 因為很久沒吃 所以我覺得很美味 我最喜歡的 水果 拜託如果大家來香港 吃點心的話 或是不在香港吃點心的話 也一定要吃這個鹹水餃 超好 剛才就看完飄了 喝了早餐 然後現在回家 開眼睡 我覺得我稍後應該會合一合 說回昨天為什麼 會是半小時前才到達這個人村機場 就是話說我昨天的早上 我是約了去做手製蠟燭的 因為我知道我要回來香港 所以我就是想把我自己手製了的蠟燭 然後我可以帶過來香港 然後送給各位 因為本身預計整立了的時間是一個半小時 所以其實 本身是預計了充分的時間 但是 怎麼知道 有點意外 然後再加上 我搭車的時候 本身 都是預計一個半小時 就會去到機場 但是 又是非常不幸的 突然間是塞車 是很塞車 我就是坐的士塞了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變了半小時前才到機場 好幸好我是Hand carry加online check in 所以其實我是用了四個字 我就去到閘口 所以是非常有驚無險地上了飛機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 因為本身我想拿手製蠟燭回來 送給大家 但是因為 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面 加上中間發生了少許插曲 所以 蠟燭來不切乾 加上要印一些字 還有包裝 所以 就沒辦法把蠟燭帶來香港 所以就想著回去韓國之後 就看看用什麼方法可以寄出給大家 那我有第二條影片是專門說這個蠟燭 那大家如果想知道怎樣可以得到我親手做的蠟燭的話 就去這條影片看看吧 好了 昨天投完票 然後本身 其實晚上打算出家吃飯的時候 我太睏了 然後我就睡著了 睡到今天 然後今天就和媽媽出來逛逛 然後又禁中 但我想說 我覺得 香港空氣好像有點差 因為我是下機那一刻 我的眼睛就很痛 然後我的喉嚨就很癢 我就不斷咳 我覺得這幾天其實我有點不舒服 我的身體 很喜歡坐丁丁 之前 如果沒事 我不趕時間的話 我通常都會喜歡坐丁丁 除了夏天之外 夏天坐丁丁真的不行 是很熱死的 其實今天是23度 非常之舒服的一天 只是薄薄的一件長的衣服 應該可以 但是 我真的不急 現在我 在看後装 很想戴口罩 但是 我又不敢戴口罩 說真的 來到銅鑼灣 周圍逛逛逛逛逛 很少出來逛逛逛 沒有 通常我們都不在香港 就是台灣 或者香港 或者另一個地方 才會逛逛逛 因為你回來 都沒有空 對 回來都很多工作 通常都是在家 吃飯就算 比較少會 這樣逛逛逛逛 所以今天 都算是 挺有意思的一天 堅持不露面的媽媽 好 不讓她露面 繼續不露面 走到腰骨齊 我都很累 謝謝 謝謝 YES 然後呢 買藍莓 還有買Cream Cheese Cream Cheese 在哪裡 好 現在準備做前藍油多士 材料有生命麵包 藍莓少量 砂糖 還有一種材料去冰箱 待會才拿出來 現在就要把藍莓 做成藍莓果醬 好 先把藍莓放進去 少量的水 糖的話就除涼 想甜一點就多加一點 放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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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已經在選擇了這個藍莓 完成了 現在就把這些啤酒 冷卻 放進去 完成了 這個是前藍油做的多士 材料非常簡單 就是有焊好的麵包 然後剛才做的藍莓醬 還有放了冰箱的Cream Cheese 首先 我們把這個Cream Cheese 適當的份量 你喜歡吃多少就拿多少 塗在麵包上 然後呢 就把這個藍莓 這樣放上去 其實這樣就完成了 為什麼他會叫做前藍油做的多士 其實大概是年多前左右 話說有個女生 他跟男朋友分手 但他就非常之懷念 男朋友做的這個藍莓多士 他就Message男朋友 這個多士是怎樣做的 然後他很怕前藍莓不會 他就說 我並不是想和你和好 只是好奇 這個Recipe是怎樣做的 他問得非常仔細 然後前藍油實在頂不住 他覺得太無語 所以他就把他們的對話紀錄 Capture 放上網 因而這樣 這件事就 算是洪遍了這個網絡 所以一年前 這個前藍油做的多士 是非常之紅 大家如果懂韓文的話 可以說 其實他的Recipe 還要放進微波爐 10秒左右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個人喜好 那我就覺得就這樣擦 所以我就這樣吃了 其實這個組合是非常之普通 但因為我覺得這個多士實在紅得太搞笑 所以我真的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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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